大家好,这里是妹娘的菜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香醋、橙醋、白醋还有米醋 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同样都是醋,用法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的视频咱们就来详细说一下 首先来说说米醋 米醋它的最主要原材料其实是用大米制作出来的 而且对于米醋来说 它其实是由大米发酵出来的 所以有一点点甜味 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些糖醋排骨或者是糖醋鱼的话 就非常适合用这种米醋 米醋非常适合做酸甜口味的菜肴 像我们平时做泡菜的时候也可以用米醋来做 这样做出来的泡菜吃那种酸甜味 吃起来非常好吃 而且做出来的泡菜颜色好看 还不会变色 再来说一说白醋 白醋它是酸味最纯正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来做凉拌菜 因为白醋它是没有颜色的 就算我们加入了几滴白醋 也不会影响它的颜色 但是因为白醋非常酸 所以我们在做像酸辣土豆丝这种菜的时候会用到一点 平时用的不太多 但是白醋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 在厨房以外的地方用的比较多 第三个来说一说橙醋 橙醋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酿造出来的 一种是人工合成的 像我们买醋的时候 一定要买酿造橙醋 橙醋一般我们用于做凉菜 或者吃面条 吃饺子 吃面食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像我们平时见到的橙醋 一般都是由高粱酿造的 最出名的就是山西老橙醋 像一般的橙醋 它酿造的时间至少也在一年以上 而且橙醋颜色比较深 所以一般用来做一些颜色比较深的菜 像一般颜色比较淡的菜 大多数时候就会选择白醋 很少用橙醋 最后咱们来说一下香醋 香醋比橙醋 酸味更加淡一些 香醋比较纯香 不会像橙醋那么酸 而且香醋其实主要是用糯米作为原材料 制作出来的一种醋 香醋吃起来不是太酸 反而有一点微甜的味道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香醋 香醋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用于做凉拌菜 因为香醋稍微有一点点的甜味 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 而且香醋的颜色比起橙醋要稍微淡一些 浓稠度也会淡一些 四种不同的醋有着各自不同的用法 而且常吃醋还可以开胃助消化 知道了每一种醋的用途 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可以很轻易就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哦 这里是美娘的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